师父说的那些佛学故事 经成所致 见弥勒菩萨 有一天在一个寺庙中的小沙米 非常担心他的师父 就说 师父 你这样每天都喝水不吃东西 身体能支撑下去吗 不碍事的 我三年来都是这样过日子 只希望可以感动菩萨 让我可以知道 当来下一辈子来生 弥勒菩降世的世界 这三年实际上不是吃水 因为在佛法 法师生团里面有一固规矩 就是说 你吃那种炸的果汁 这个都是属于水一样的 里面其实有营养的 那么在南印度有一个叫做 陀鸭杰者家的国家 在他的国的周围 东西两面都是大山 山中有很多的寺庙 其中一座大寺中的住着一个法师 他为了见到弥勒菩 苦心修行 在寺庙当中 绝食已达三年之久 就是等于不吃 不吃任何东西 但是他可能是 每天除了喝水 还吃那些果汁 就是汤之类的 所以这个 丛林制度到现在还是传承的这些 这个生传的这个纪律 每日喝一点水 维持生命 它就是脱皮 这叫脱皮废茄法师 唐朝时也称为他叫金辩法师 这个金辩法这个苦行 苦修行三年 终于让观世音菩萨为他的成心所感动 观世音菩萨感动 有一天观世音菩萨现身对他说 你最好到接家者国 城南边山崖的十笔钱 每天诚恳地诵念金刚场陀罗尼金 三年之后 我将会派人来指点你 哎呀 我弥陀佛啊 谢谢观世音菩萨 请便法师啊 一听到观世音菩萨这么来 跟他指点了 他喜出望外 来到菩萨所说的石崖边 努力地送念了金刚场陀罗尼金 就这样了 三年时间就过去了 请便法师呢 就来到菩萨所说的石崖边 努力地送念 三年很快就过去了 突然有个天神 有一天出现在十笔钱 你有什么愿望 你为什么怎么努力 念经 请便大师告诉天神说 啊 我想见到弥勒佛 观世音菩萨指点我 让我苦送金刚场陀罗尼金 说三年后会有人来帮助我 难道就是天神灵啊 正是 天神回答说 你的前程感动了许多的天神 在这座石崖边 在这座石崖当中 有一座阿苏洛宫 你如果能够继续认真的送金 三年后的今天 十笔就会打开 届时你就可以进去见到弥勒佛 于是那个法师满怀希望 继续坚持送金 而弥勒佛将于三年后降师的消息 早已传遍大千小巷 到了当天 十笔外面竟挤满了成千上万的民众 大家都想目睹 弥勒佛的降生 大家在门口等啊 看了 石头一直没打开 很多人在那里就开始讲了 不是说十笔能够打开吗 怎么还没开啊 哦该不会是骗人的吧 大家民众分分议论 但是十笔还是没打开 轻便法师也感到疑惑 他首先的想到是 自己是不是送金不够虔诚 于是轻便法师抱着 姑且仪式的心情 捡起地上随风飘至的一颗小种子 轻轻的丢了一下石笔 铜丢过去 没想到轰一下 石笔的小种子啊 被小种子弱弱的一击 竟然豁然洞开 洞门打开 当时石笔外面站了很多的围观者呀 看到石笔打开了门 非常惊奇 大家都想仔细看看究竟 大家不但没有散开 人越居越多 哎呀让开让开让我看看 让我看看 新笔法师呢 在跨进石窟门前 对大家说 相信们 我花了很多年的时间 苦心修行 就是要等到见弥勒佛的这一刻 由于上天的保佑 现在我的愿望就要实现了 进了这个石窟 我就可以看见 我亲爱的这个弥勒佛了 你们谁愿意和我进去 一起看看弥勒佛的出生啊 太多了 这种地方谁敢进去啊 我看见法师怪怪的 谁敢进去 哎哟 里头黑漆漆的 说不定有毒蛇呢 进去肯定出不来了 众人 听说法师要进去都吓了一跳 大家都怕死 没人要以跟他进去 这个法师呢 就一再地劝告大家 啊 乡亲们 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啊 错过了 就再也没有了 花了很多时间 最后 法师也说通了 五六个人 表示愿意跟他一起进 这个洞里面去 法师说 好吧 我也不便勉强大家 一切就随缘吧 法师见状 觉得实在不能勉强 与众人一一告别之后 就带着这五六个人 重重重重的向洞内走去 他们刚一进洞 洞内就散发出 七彩的光辉 没等他五六个人反应过来 这个石壁啊 哭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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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哭 又合起来 等在外面看热闹的人 这时候他们才明白 难得见到的弥勒佛的好机会 被他们丢失了 各个追悔末期 这个故事就是告诉你们 信者有 不信者无 学佛也是这样 好好地相信观世音菩萨 你就能见到观世音菩萨 你相信佛法 佛法就会给你带来 无边无际的 这个未来 美好的未来 好 今天呢 就跟大家讲到这里 也希望大家 能够好好学佛 好 好 好